大家好,我是東橋的鮑伯 相信大多數人第一次到東京應該都很想要盡可能玩片知名景點 已經體驗日本文化吧 但如果你只有整整的24小時要怎麼玩呢? 這不僅先是獻給不怕玩通宵而且對自己體力很有自信的人參考 影片最適合三天連假來東京不想浪費一分一秒的人 假設你只有一個整天 我們七點先把行李放在車站的置物櫃 就從新宿出發講開一天的行程吧 那一日之際在雨晨 我們來吃個在新宿車站裡的Berg當早餐 在他店地理位置非常方便 等等吃完飯就可以直接搭車 早餐價位合理 一個厚片吐司加熱咖啡套餐大概500塊日幣 而且早餐份量蠻大的應該可以吃得飽 大約七點半左右 我們從新宿達成三首線到元宿即可到達明治神宮 這裡是一個很知名的觀光景點 如果你的行程是定在平常日的早上的話 就可以避開人潮 明治神宮占地70公頃 為了紀念明治天皇於1920年所建立 大家知道這裡原本荒芜一片 大家所看到的美麗樹林是建造神宮所種植的 觀完明治神宮大約8點半左右 由於時間還早 大多數可以寫拼的店家都還沒有開 我們搭乘半小時的山手線前往上野 到了上野之後我們可以先到上野公園走走 我建議在公園內參拜近400年歷史的上野東造宮 以及擁有約12萬館藏 於1872年開館的東京國立博物館 結束公園的行程大概11點左右 我們回到上野車站用餐 大家可以試試看豬排百名店的碰多本家 或是景泉當中餐 吃完飯大概12點左右 店也開得差不多了 推薦在阿妹悠寇酒逛逛享受日本商店街的風貌 順便帶一點藥裝 然後在烏薩基亞買個銅鑼燒當甜點結束這回合 現在時間大概下午一點 行程才剛過四分之一 接下來我們搭乘銀座線五分鐘就可以到淺草站 淺草最知名的當然就是淺草寺 如果是第一次來東京的人這一次必訪景點 淺草寺也是東京最古老的寺廟 距今一千多年 而雷門後方的重劍寺也是江戶時代後期就出現的商店街 非常的有歷史 大概下午兩點左右就可以逛完淺草寺 可以在周遭晃晃 想要吃點心的話我們推薦甜點擺明店的浪花家 大家可以嚐嚐日本的剉冰 三點半左右我們結束淺草的行程 搭乘銀座線我們前往銀座吧 充滿名牌精品的銀座多好逛就不多多解釋了 其實是鮑勃不是很清楚品牌啦 但我推薦銀座 Centery The Bakery的草莓三明治 在他店很威的地方是除了三明治有大量的草莓外 吐司真的很好吃 另外Mercer Brunch的法式吐司也非常推薦 我們在這裡會有幾個美食 逛完銀座吃完下午茶大概是七點左右 我們也進到二十四小時瘋狂旅遊的下半場 我們再度利用銀座線十五分鐘左右就可以到色谷了 今天一整天雖然走了不少路 但從此也吃了不少東西所以可以晚點吃飯 我們現在周遭逛逛還沒有結束營業的版或上場後 直接登上澀谷的新地標 Shibuya Scrambles Square 的Shibuya Sky 享受精彩的夜景 時間到了9點半 我們到一家非常外國人Friendly的創意料理具酒屋 35段屋 這家店營業到晚上11點 所以不用太擔心營業的時間 吃完35段屋的附近就有一家 營業24小時的超大Mega唐吉柯德 想逛多玩就逛多玩 如果想要小酌一番的話 可以到超有氣氛的 All L by Oslo Brewing Co. 河北小酒 這家店營業到凌晨一兩點 凌晨一兩點已經沒有電車去其他地方了 這個時候最好的方法就是留在澀谷 待到早上等第一班車 就像一般的大學生會夜唱 體驗日本的夜唱也是體驗日本文化的一種方式 不用擔心不會唱日文歌 日本的卡拉OK也有很多中英文歌可以選擇 那我們就在卡拉OK歡唱兩三個唱到四點半 剛好也是三首線第一班車的時間 那我們坐車到新宿吧 神必大家應該已經到了體力極限 需要補充一點能量 想要坐一下但不想去送屋或連鎖餐廳的話 我推薦一家24小時營業的咖啡店 叫做咖啡貴族 Ajinbara 點杯咖啡稍微坐一下到早上六點 家電有提供好吃的厚片吐司當早餐 慢慢吃完早餐時間也到了七點了 我們整整玩了二十小時 也回到了新宿 可以到置物櫃那我心裡準備去機場囉 希望這部影片可以幫到大家 即便是一小部分的人也沒關係 我們其實做影片的目的 也是盡可能幫助各種不同需求的觀眾 比方說冷門的地區或是冷門的主題的介紹 每次看到冷門影片的留言區 有幫助到任何人 都會成為我們繼續努力創作的動力 也請大家多多支持我們 讓我們有機會幫助到 更多想要來東京旅遊的朋友們喔 謝謝 我是鮑勃 大家下次見